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这些人剁胎的故意不是 因为胎儿投胎主要是爱父母 父母等于剧绝 推出去 就是不接受你的爱 这样胎儿就会有怨气的伤害 而且尤其我们现在计划是五六个月才多嘛 有时候他检查说是女孩重男轻人就多掉了 这样等于是杀验了 已经不是堕胎就那么小的 这个杀验的话真的很恐怖的 如果离奇到一定时候一旦熟了 它就是战争了 如果是堕胎这个世界熟了 就是红脑灾害 因为情欲嘛 涉及到情感 这不是一句喜悦 共业就是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共业下里就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了 我们全在共业的范围里 就是说如果是说共业熟了 这个共业熟了 比如说你也夺过 他也夺过 我也夺过 那么假如说我们都夺过 那我们已经超度了 假如说我们就夺过一个本 把这个已经超度了 但是共业熟了 那么我们还会裂解到共业 就是说你做过就还会裂解过了 那个草还会影响你 对女性是影响比较大 因为多的女孩子也比较多 或者是女性本身是直接的 因为她堕胎本来也很痛苦 但是呢就是她心理痕迹 比男性重 堕胎的时候 她心理受影响 所以所以裂接的比较 所以女性就在情感上特别苦 就是在公園这个夜里熟了 首先女性在情感上你比较苦 不管你是爱一个人还是被爱 都会感觉到很辛苦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自己觉得很辛苦 然后男性呢 但是堕胎这个胎儿投胎呢 她其实是有的跟父亲的缘分做 有的跟母亲的缘分做 所以其实果报呢 有时候视线在夫妻身上 有时候视线在母亲身上 有时候视线在母亲身上 不是说 有时候夫妻做 有时候母亲 看看她是找谁的 她投她来找谁的 这就是谁的缘分做 男的也受影响 男的受影响以后呢 就是觉得自己 爱不上任何一个人 或者是自己心理干枯啊 或者那种 只是欲望 或者是然不成 没有激情啊 都是 这个也就是这个造成吗 这个最起码呢 尤其这些现象 我不是说现在 战争都是这个造成的 但最起码会引起这些现象 如果供业 比较到二三十年熟的话 有情欲首先是洪水嘛 供业还有沙业是战争嘛 就是我们引起 如果是供业的话 那就是国家的 那要各业的话 就是各业的 但供业又会影响各业 如果供业熟了 各业 不管你度了没多 你做过就是做过 要成当的 你要担得起来 你就会受保 这是因果 因果率 你都要保 不管信不信 这个看不见 摩不倒 但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